為了要來改善進入冠天後空氣物件PM2.5片館進行 加紀觀看博教駕今年阿里山社會車安徵離圓器 是在土下台藤來合照 全國收藏農經機構加徵離圓器 在上午館長 翁張良 在原本台灣頂會的頂匯來主持在台藤農經機 遞口罩量上攜動議室 甚至要來錄食到空氣物件的改善 不然安徵進行會放黑煙 安徵後看不黑煙了 PM1.5 每年大家0.19公斷 環保局跟我們的台藤公司一起合作 展示我們農耕機增這個離圓器 我想大家很清楚聽到這個名字增離圓器 大家就知道它對整個煙的汙染 能夠做某個程度解決 聽說效果很好 整個效果可以達到99%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關心就是PM2.5 PM2.5實際上在很多汙染源都存在 那農耕機在全台灣大概有將近16萬6千台 所以今天我們的台藤公司 配合嘉義先政府推出全國首部 第一部的裝立煙器的農耕機 那我想這是一個初步的開始 我們也希望未來大家可以重視 各部分的汙染源 能夠讓PM2.5危害人體的健康 能夠讓它減少 那在嘉義縣不只是推出 首台的農耕機的架裝立煙區 那包括跟林務局跟林鐵處 合作阿里山小火車 那也裝了一台 那聽說整個的效率大概高達96% 所以我想關心PM2.5 PM2.5無所不在 所以在整個工部門裡面 我們應該努力的 在自己的影響力的範圍裡面 應該重視PM2.5 改善PM2.5的汙染 因此未來各自關農耕機 如果可以安正跟它快速離煙器 就能夠提升空氣品質 安正離煙器的農耕機 就是急時接受團輸感控 包括禁煙機行速的規則度 離煙器壓力感控 離煙器溫度感控 更是感控離煙器操作狀況 確保離煙器在最高的操作狀況 典現農耕機穩定的使用性 現今新聞中來行 高義官 蔡宏波登